包包包包包 这些就是差不多这大半年来 我拿到手的一些包包 有的是已经买了很久了 好不容易才拿到手的 有一些的话呢 就是新买一点的 就稍微近期就这半年内买的包包 但是无论怎么说 这些包包你们都还没有见过 那今天来大家开开眼 看看我这些奇形怪状的包包合集 先从那种数量比较少的牌子开始讲 它这个形状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就是叫什么牌子来讲 Goya Goya的这个Sanluit 那还是我啊 马天天依旧是那个马天天 要花要大要繁杂 那他们家的牌子花不了啊 那就是要挑艳色的买 挑艳色的买还不够 自己还DIY了一下 这是我们店当时刚开业的时候 每个人厨师服上要贴的 当时就分了一个这个贴纸给我 上面的话就写的是 中国born in 90s China 那我不就是born in 90s China吗 于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很符合 这个包的调性 加上这个 也是让这个包比较personized的一点吧 这个包真的很适合很适合上班 它真的好轻好轻好轻 它的唯一一个缺点 也就是很多人说的 没有什么安全性 但是其实我上班 我也不带什么贵重物品上班 我就是带一点 每天需要带的东西去上班 偶尔会带在电脑 什么钱钱视频啊什么的 会带去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有买一个内胆包 这种内胆包 大家自己找就好了 就算淘宝上啊什么的 都有很多啊 虽然最近我对淘宝非常的反感 阿里事件大家看了吗 就是这种东西啊 如果你个人觉得 阿里事件对你没有什么影响的话 你继续去用淘宝也没什么的 但是这种东西很多地方都有 你也未必真的需要在淘宝上面买 你看它撑起内胆的话呢 它其实你就单独放在那里 它也不会有那么的淘 而且因为它这包本身 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分层 它放东西非常容易乱 但是呢 有这个内胆包 其实相对而言 就是会比较的整洁 第二个单个的包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罗伊贝的小巷包 背带我平时用的话 我已经把它调到最小了 但是还是有点长 所以我是有打算在网上去找一下 那个他们好像说罗伊贝的柜姐 会把它就是这里拴到一个 像摩玉丝的那种状态 我不太会绑 我绑了几次都不是很成功 所以这个包呢 我相对来说就背得少一点 而且其实我上班 不太用得到这样子的包 因为我是骑车上下班嘛 所以我的那个包 没有别的要求 你一定得装得下我 那个电单车的充电器 因为我那个电单车的充电器 我要带到店里去的 不然的话 下班就没电回家了 就是我要推着单车走回家了 所以这个包的话 虽然我买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它应该是有机会 陪我去上班的 但很遗憾 它没有 它好看倒是挺好看 但是我是不会再考虑买第二个了 当时我就想说 雷贝家的包我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 看来看去有什么包 我最想买的 觉得最好玩的呢 就是这个小巷包 而且这小巷包出了很多年了 原价来说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贵 虽然他们说什么 记忆很高超 就一整片皮做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就 这种玩乐性质的包 要万把块钱 有一点点的不太值得 我刚刚说到那个 Loyvet是我的 本来想买来去上班的包 结果没上成班啊 然后这一个 其实我今天也背的是这个包 这个是Bubbery的包 买了很有了 然后才 应该我至少买了 有七八个月了 买的时候 因为他说它是手机包嘛 然后就是那个女生买了 就是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然后他就稍微 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 卖给我了之后呢 我用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对于我来说 上班真的好方便啊 它后面有一个袋子 然后它这里打开 前面的话呢 有一个拉链带 然后里面是个袋子 本着拨开 然后这样子打开了一个扣 就相对来说 它安全性还是蛮强的 然后这个包 它能塞着下我电单车的充电器 就是很神奇的一点 你知道我电单车的充电器 就很像那种 怎么说 Windows系统的那个 大部分的机型 的那个电脑适配器那么大 然后还要缠起来 所以它呢 塞着下让我觉得 哇好震惊 装载力跟它看起来 完全是两回事 当然啦 手机包有很多品牌都在出 鉴于Burberry 它最近也有一些 比较左死的行为 如果你们喜欢这款包的话 有很多品牌它都有出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没必要来骂我了吧 我已经买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在我之前的Vlog 里面应该是有看到的 就是这种 这个是海葵子的一个水头 那这个也是我二手入的 这个颜色的话呢 就是相对保值一点 相对出名一点 其实彩色的菜篮子 在二手市场价格真的不高的 就真的是不如金刚色 就说白了啊 就说一句很头打的话 说白了这个菜篮子 它本身就是爱马仕的垃圾包 就是我不是我鄙视它 说它垃圾包 就是一个统称 就是不太值钱的包 那么它尤其还不是 金刚色的情况下 其实是 价格是很不能保的 像海葵子这样子的颜色 就更适合金色的扣 去压住它 然后感觉银色的扣 就有点过于轻挑了 但是我又真的很喜欢海葵子 然后海葵子 海葵子的那种包 其实二手市场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看上了这个之后 我就说 虽然说它的扣 我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喜欢 但是我还是把它买下来了 菜篮子两三个差不多了 再多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了 就是还是开头那句话嘛 毕竟这种东西 都是属于爱马仕的垃圾包 你二手的话呢 如果你是以保值的想法去买的话 它二手也卖不出什么 特别高的价格 你可以不要很高的价格 但人家买不买 有时另外一回事的嘛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 真心喜欢的 你怎么卖都可以 就是如果你有抱着说 以后我不喜欢了 我还要二手除掉的话 少卖垃圾包 就是少卖这种 所谓的金刚牌子的 这种垃圾包 因为哪怕它是金刚牌子 它们这种垃圾包 都是很不好卖的 就是必须要折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价 才能卖掉的 爱马仕已经算好了 折个半价而已 虽然说我很少卖包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包我悲艳了 然后我朋友又更喜欢 然后我又更喜欢他的包 然后我又不想说 就是大家的价值 又是都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换包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 Celinda Box 我不是两个嘛 我就拿了一个跟它换 换了一个这个包回来 它真的好轻 就是比我想象中会轻很多 而且记不记得 我有一个讲 那个Celinda的视频里面 我有讲到过说 那个鲜鱼包 它的那个背带很长 就会把我分成五五分 而且鲜鱼包 它又不适合斜跨 但是它这个的背带 就是很刚好 对于我来说 我是很喜欢这种 短短的肩带的 因为我不喜欢包 把我压成五五分 而且我其实没有 那么喜欢鲜跨包 如果这个包本身的风格 没有那么休闲的话 那么它这个 就比较正式的包里面的话 它比较短的肩带 背起来就不会有五五分 这种尴尬 所以这个包 从换来到现在 我就一直觉得 就是换得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包 而且呢 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态圈 就是买包生态圈 所谓奢侈品 为什么说它不保值 因为我现在很多包 都是二手买的 然后这些包 价格真的都很便宜 尤其像这个包 它其实那个卖给我的人 都没有怎么用 我看着去觉得 好新啊这个包 但是呢 我买到了 而且可能是因为 这种颜色的款式 像我买的是墨绿色 然后包括它这个金属标 也是墨绿色 这墨绿色款式 可能相对来说 买的人不是那么多吧 哇多少钱啊 呃 我记得好像也就才四百多 哦四五百 哦这个样子吧 打折的时候 是绝对打不到这么低的 所以我觉得 哇 我喜欢哦 哪怕它旧一点 我都喜欢 因为它本身是金属做的 就是偏做旧的那个款式嘛 这个包我都是被过几次去上班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它比Goya重 因为它是这种金属链条的 它比Goya重的话 我被去上班 就感觉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累 零书工作者 或者office lady 就是坐在办公室的那种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拥有 它也能装得下A4啊 如果你们需要带点文件 需要带点什么小个电脑 什么的 它也是完全能够装得下的 呃 安全性还行 我觉得它这个扣子还蛮牢固的 另外一个YSL呢 也是跟那个Celine的 呃呃 朋友换来的 我之前在 我不会买的不是个东西里面 我有讲过 我的时候卖掉了 主要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漆皮 然后我那个是漆皮的 颜色的话 会比这个稍微再粉一点 有可能是同一个颜色上的漆皮 不太一样吧 我为什么会想要拿这个包呢 因为它这个包稍微低调一点 而且说实在的话 手包这种东西 你不需要很多 就有一个或者两个 在你需要出席一些 场合的时候去使用就好了 这个呢就是 我觉得是蛮正式的一个包 可以有一个 但是没有必要买多 就接下来呢 我们再聊分底 分底其实不多了 这个是布的 一个牛仔的 非常非常的新 而且你看它这个扣子 它这个扣子是那种带帽扣 又很少见 就不是普通的双F扣 我觉得哇 这个我喜欢 而且这个的价格也便宜很多 好像是3000还是3000多 反正不到3500的一个价格 入手的 而且比起传统的 Bugget 我还蛮喜欢这个 这个我记得叫MOMA 就是叫做Bugget MOMA 它会比较长 就比较好放东西 因为它比较大 我是个女人 我喜欢大的 这话我要说一次又一次 我之前有两个 就是同款 但是不同色的那一种 Bugget MOMA 还是MOMA Bugget 就是有一个是灯性绒的 然后有一个是羊斩毛的 那么它们两个 可能也是用的 比较旧的关系吧 所以它们可能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挺 而且加上它们那个 布的性质来说 也不是特别硬 所以来说 就会很容易塌 但是这个布的话呢 就是比较硬 可能就是状态也比较新入 我记得好像是个保存品 所以它的整个包型 就立得比较稳 两边都是有这个三个孔洞的 因为我喜欢短的把手 我不喜欢长把手 无论是腋下这样子背 还是拎在手上 我都不喜欢很长的把手 所以我会把它调到 最短的这一截来背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调到 最长的那一截来背 它就挽在手上 会更加的休闲一点 有另外一个 就是新款的 其实这是我唯一买的一个新款 然后也是我这些年来 看下来唯一喜欢的 一个新款的Buget 那这个也是我跟那个 复国二手收的 这个布的 我也看出了它的缺点 你可以看到吗 就这个地方 它可能是自己穿的衣服的关系 它有沾很多的毛线上去 而且非常非常的难拔下来 就是你要清理一次 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清理 但还好 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蹭衣服 而且这个Buget 我看起来的样子 会比中国的Buget大很多 现代款跟中国款的区别 就是在于它还有一条背带 但我个人不太喜欢斜背这个包 我觉得这个包 最优雅的状态还是手拎 就是我觉得它手拎的时候 还是有那么点复古感在的 然后它的长背带 一背上升就有一点似不像 所以这个包的长背带 我一直放在里面的 就我不会用 如果真的消费者的角度 我跟你们讲说 值不值得买它们 就是全新新出的 release的这些Buget 我是觉得不值得的 那如果是说 你觉得Buget in general 它值不值得你去买 还不错 你可以去二手挖一挖 二手其实有 相对来说它们虽然涨了价 但是没有涨得那么离谱 你挖一挖 还是能在合适的价格里面 挖到合适的包的 就我觉得新的话 价格有那么一点点的虚高 没有这个必要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Deal 这是去年七夕的一个款式 虽然说我朋友一直很不理解 我为什么会买一个季节款的过季包 而且这个就是说 如果有看过去年catalog 或者稍微知道一点的人 一看就知道是去年很旧的款 但是我觉得它的配色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而且我还很喜欢 它上面这个爱心的这个 Chomp 马尔亚阿姨 她上任之后 比较让我觉得 很新奇的一个配色 她出了很多很多布置的 Lady Dior 但是呢 这一款我还是真的觉得 做得不错 上面什么 Tiamo 我爱你 然后Shantame 就是各种文字的 我爱你 但是我觉得它处理的 相对来说还挺不错的 这个虽然是五格 但是它用的是 比较新的这种翻盖 相对来说 你 我喜欢歌手的拉链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拉链的安全性 会比这个翻盖的好 而且相对来掏东西 会比较好掏一点 就这个东西 你要在街上拿东西的话 就很麻烦 因为特别说 我不太喜欢背它的长肩 但我要拿东西 我还得这样子 把它这样子翻开 然后在里面掏东西 就本来是个很文雅的包 你这么一通操作下来 这个包就一点都不文雅了 就原本是一个代费的包 然后就是 你用起来 就好像是代费侍女包 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便宜 也是跟我那个 很有性价比的 买周五的好朋友 买的包包 这个叫做Flight 那么这个配色 我很久以前 在UKD Sender Exchange 没满看到过 那么当时那款 不是这个款式 但是配色是一样的 真的很像是 你在机场地勤 会看到的那种配色 它首先是一个 牛仔布的这一种 黑色老花 就是Dior的黑色老花 然后它这前面的扣子的话 就很神奇 它安全性真的很强 就要这样子开 它这个包才会开起来 其实我平时 我要拿东西 我也不会把它拿开 因为它的拉链 也算是很好拉的 就是一个长的袋子 我直接就这样子 拽过来 然后我再手进去 再偷我要的东西 都是能够偷得到的 而且我这样子扣子的话 哪怕我这个拉链 我不给它拉起来 它的安全性 我都还是觉得挺OK的 它唯一是扣着 盖子不好用的地方呢 是这里 就你这个盖子 不太容易打开 但是我一般来说 盖子因为它比较扁 我也不会在里面 放什么东西 还有一点 我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 肩带是不可调节的 你这样子背起来的话 它说实话 有那么一丢丢的长 就是我也说了 这个背带上面 我不太喜欢长的 但是其他事情方面 the longer the better 另外一个Dior的包 就是我稍微比较失望的 一个包 这个 是 我记得是叫Diorama 还是Diorissima 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我当时看中的 就是它的这个锚钉 的确它这个锚钉 没有问题 很好看 但是它这个包 真的不好背 我能理解为什么 这个包 出着出着 它就退出了 Dior的历史舞台 因为这个包 它整体不好背 就我当时同时看中的 还有一个粉红色 黑毛钉的 我当时想的是 因为这个便宜一点 我先买这个回来 买着这个回来 如果好背的话 好用的话 我再去买 粉红色黑毛钉的那个 然后买了这个之后 我觉得 OK 我省钱了 就这个包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不好背 它的链条非常的重 有皮带的这种情况下 还是把我的肩膀 累得好痛好痛 而且它这个皮质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很重 而且很硬 就会个着你发疼的那种硬 我就非常的不喜欢 普通色的毛钉 加上这种 米白色的这个包包本身 我还是蛮喜欢的 就是我再背一段时间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估计也会二手除掉 就是三手除掉 已经不是二手除掉 我完全是三手除掉 我觉得这个包 有点失望了 最后的这个趴呢 全都是Chanel 就是Chanel是属于 一个很神奇的品牌 骂我骂得罪 先买我也买了不少 就主要是因为Chanel 它出的东西足够多 就是其实你去二手市场 你并不是Chanel的东西 它的流通性更广 而是因为Chanel 它的品类是最多的 就单单是一个利不为 它可能一年会出 很多奇形怪状的颜色 那总有很多奇形怪状的颜色 有奇形怪状的人买 奇形怪状的人买 所以在二手市场 过了一些时日之后 有些人就想要回归经典 这个奇形怪状的 用烦了就会放出来 然后呢 就会像我做奇形怪状的人 又会去二手收入 更多奇形怪状的包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Chanel的二手市场 还蛮精彩的 而且Chanel的二手市场 说实在话 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是我心目中 Chanel应该有的价格 之前也分享过 我的确是被Chanel的 Customer Service有气到过 不止一次 我只讲了那么一两次 但是Chanel的Customer Service 真的是 你经过它的店越多 你会被气到越多次 我就心里想了 这些Sales 真的是以为自己是神仙 是神仙Sales 真的是 所以后来呢 我就把我的注意力 全部挣到二手去了 二手的价格还更合理 何乐而不为 我还不用去花钱 找你们Sales的奇事 我觉得Chanel 它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自我认知 你的设计 你的质量 该值多少钱 或者说它其实有自我认知 但是没办法 被市场带着走 你的原材料在涨价 然后 你无法吸引新男人 你只能去 耗老一批客人 以及一些 对你幻想的客人 这一批的韭菜 那你没办法 那 我赚不了钱 我这品牌就不复存在 就是我得要赚钱 我就要涨价 但是问题是 你的赚钱 你的涨价 涨到哪里呢 Promotion这一块 尤其是流浪宝 这个东西 出来的时候 人人都憨愁 但是 只要有足够多的明星 去背它 它一定会变成一个 好看的光 强行跟你熬出来的背法 有多少种背法 但是它无法掩盖的一点 就是 你正常去背这个包 你就是会变成五五分 我那理解 它为什么涨价 但是我不接受 它的这种涨价方法 我对Livoy 我是整一个 Chanel的系列里 最有好感的一点 因为 当时Livoy的宣发 我就看到周迅背了 周迅是属于 我对Chanel 由衷地赞赏的一点 就是挑了一个 非常合适 他们的形象代史 我有两个卖中古的朋友 一个呢 是卖比较 顶的 监货 价格也比较高 然后一个是 卖比较平价的 中古款 那么这个就是 跟那个监货 中古卖家买来的 我当年第一次 买Livoy的时候 一个小号 还不是这个medium 这个稍微大一点 一个小号都要 2400多磅 我就觉得 这个2万块钱便宜啊 就可以啊 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了 就是聊起来 关于Livoy 他说其实 他也跟我抱着 一样的想法 Livoy是整个Chanel的collection里面 我们两个都最喜欢的 一个系列 但是 就是在二手市场的话 的确是没有涨起价来 好吃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喜欢Livoy的话 冲冲冲 看起来是蛮旧的 它不像是那种 一看就是很新很新的包 它的这个Chanel的 这个logo的这个位置 也是那种 有印着黑漆在上面的 就不是完全金属的 其实Livoy是相对 它们所有包款来说 特殊的款式 做的最多的一款 然后它价格还没有涨 所以这些买特殊的款式 价格也不会是特别的高 既然说到我跟那个学妹 就是我的中古学妹买的包 我就把姐哥 我跟她买的包 都跟你们先讲一讲吧 这个 这个是Chanel XXL的系列 就其实我最开始 被她推荐XXL 是一个银色的 我觉得看着不是很好看 然后她又给我推了 一个黑色旗皮的 后来呢 我看上了那个 Forel合作的系列的 就是一个绿色旗皮的 我很喜欢那一个 但是那个价格三万多 我说Chanel你不配 所以呢 我也没有买那一个 后来呢 她说我最近有一个新的XXL 你可以看一下 而且价格还比较合适 不到两万块钱 好看 爱了 它整个系列就是那种 Grafted 就是涂鸦 而且就是涂得很那个 就是涂得很凌乱 就是给我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 Rovat Russian Book 很有她的那种感觉 多少有一点她的感觉 少了一点那种 Propaganda 我觉得这种包 就拿去旅行 还是蛮合适的 因为其实买回来 我也背过 就它很大 就什么东西都装得下 像我的电脑啊 然后一些 我的拍摄工具啊 全部都能装得下 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 你想要背去旅行 是很合适的包 XXL整个系列 都是还蛮适合 拿去旅行的包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是其他的XXL 都是普通的双链条 但是它是长短链条 你看它的链条 还不是皮穿的 它的链条是这种 布衣穿的 我爱了 整个背起来的话 就非常的艺术家 就是虽然 你看着我背Chanel 感觉好像大部分 Living Artists 不可能那么张扬 但是 它给我的感觉 就是Living Artists 就好像我是这样子 垮着这个包 我要出门去画画 而且它这里是 用这种布衣的来说的话 就不会勒得人疼 另外一个 跟她买的包呢 是这个 其实我会买它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比我想象的便宜好多 在这边 我背过这个包 我朋友说 看起来好像二奶 就有的时候啊 就是你嘴它 嘴巴太贱了之后呢 它总是会现实抱到你身上的 我记得我以前 我好像收购 喵喵 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的认识馆里面 就是二奶包 然后 现在总算有一天 我背的包也被人家想说 二奶包 它其实不太算是CF 算是CF的一个 季节款 因为它是没有后面的 那个口袋的 它就等于说是一个 有链条的手包的感觉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它侧面会比较窄 但是这个包还蛮好背的 就从正面看的话 它的大小 我觉得蛮合理的 而且它的这个 闪片 它不只是单纯的 这种宝蓝色 深蓝色 它多少放点紫光 紫利紫气的 我喜欢 其实实用性一般 因为它装不下 很多的东西 但是就是比如说 你出门喝酒 出门玩 这种类型的背 这个包还是可以的 其实你没有发现 其实Chanel 很多很多的包 都不太适合正式场合 或者就是通勤场合 不干正经事 Chanel的包还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你一旦干正经事 我觉得它们家的包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 appropriate 但是呢 说到我们的闪片包 下一个还是闪片包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 这次Chanel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了 怎么说呢 它的size本来不是我喜欢 我以为它会更大 没想到 就这么一点点大 应该大概是20厘米左右 这个同一个款式呢 它有那种黑白灰的 但是我挑的是那种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是那种酒红色 粉红感 这个它闪得 我的相机都不好对焦了 太好看了 这个包的话呢 可能是重工的关系吧 就会 整个布料会比较厚 所以它其实里面 能装东西的地方 还蛮少的 但是它好看就够了 这个包也是 我玩玩乐乐 很喜欢背的那么一个包 就我觉得 爱了 就它太好看了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 好看到我可以忽略它 其他的缺点的那种包包 就Chanel good job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我没有很多的 心得可以跟你们分享 主要是因为这个包 它实在是太冬天了 我拿到的时候 米兰都已经要夏天了 所以我只是看着它 非常的好看 但是没有拿出去用过 它前面的话呢 就是这种 有点像毛巾布的感觉 然后侧面一圈 都是这种 千鸟格 是那种很扎实的金 就觉得很扎实的金 看起来就很老 然后这个的话就还好 然后这个是普通的 这个皮穿链 但是它的这个 金属键 它是mat的 就是 雾面的 就比亮面的 看起来又更低调一点 我觉得会很适合 很适合 冬天来背 这种比较经典形状的包 它二手的价格 其实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但是比就是最经典的经典款 还是便宜很多的 我这个也是 两万多 不到两万五 两万多买的 因为它是布的嘛 本来相对而言 布就没有皮的那么的值钱 我当时选它的原因呢 就是 它就有点像是 经典当中的布经典 然后它里面的话 也不是皮 它里面的话 就有一大片 都是这种千鸟格的 就太好看了 就是我就喜欢那种骚的 就是也不是纯骚 就是闷骚的 不纯骚的我也喜欢 但是我更喜欢这种 闷骚的 这个材质有不好的点 就是它很容易沾上一些毛 尤其是我家有两只猫的情况下 其实李久宏廷喜欢这个包的 我拿回来 我当时站在床上 它靠着这包睡了两天 然后上面全都是它的毛 这个就生气了 就是 我还算喜欢reissue 但是其实没有很多reissue 能真正的打入我的内心 但是这个 它就打入了我的内心 虽然它很小 我是想说买一个更大的 但是已经是 当时唯一见到的一个了 我觉得我放弃了它 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赶紧在二手 为它买 这个也是在Vistate Collective上面买的 其实Vistate Collective是一个 只要你够有耐心 你一定会挑到你 能买的东西 就是你一定会挑到你最喜欢的东西 但是前提是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有耐心 因为它 尤其是像Chanel这种 二手上面特别特别多的那种牌子 二手市场里面有很多的那种牌子 他们就不会把这种包的信息 写得非常的 仔细 就比如说 它这个可以写成Chanel Classic 它这个也会写成Chanel Classic 但是如果你按 我先买新包的逻辑来看的话 就是 这个是Chanel Classic Flap 这个是Chanel Reissue 但是就是在二手市场 它们两个是放在同一个category的 所以如果你不仔细去翻 你就根本翻不到 那么这款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 它卖的价格比我想象中便宜 是有一点的 因为它有out of shape 我里面放了很多东西 帮它撑形状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底下这个地方 就是有被压坏的 就我现在稍微就是顶一下 它底下就会鼓鼓起来 你在二手市场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有些问题是你不拿到手上 你是看不出来的 还有一点就是像这个 女子的料呢 就会要很注意这一块 要不然就是他们穿的衣服 比较花里胡椒 会容易勾女子 要不然的话 就是他们穿的衣服 颜色会比较深 有可能毛球会就是 粘在这一块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有好几个毛球 就是很难抽掉的 因为女子你的保护 是要小心一点的 如果这里的女子 你不仔细的去护理的话 你很可能会把女子给扯坏 所以我就是一般来说 我就是会揪 就很仔细的去揪 然后用那种小剪刀 把不是包的那种纤维给剪掉 其实就是护理 还是蛮耗费心力的 这个的话也是二手买的 它就比较旧 其实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它表面这个地方还蛮旧的 就有一些小小的火瓜 不是很多 所以你可能有可能 在镜头前面看不出来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实用痕迹还是蛮明显的 然后呢 像在这个地方 还有蛮多化妆品的残留的 就它卖的便宜 总归是有卖的便宜的原因 我觉得它这个卖的便宜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这个包沾了不少的化妆品 都是像这种边边角角 我的相机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显示不出来 一般这种皮的沾上化妆品 它这个会有红红的 它这些边边角角 都是有红红的痕迹 里面也有红红的痕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点点的刮痕 然后顶上的话 就是有点折痕 不过你这种翻盖包顶上有折痕 真的是太正常不过了 我当时是因为看到 它这个腰带上面有珍珠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我很难形容 我喜不喜欢它 颜色方面我是很喜欢的 但是放胖子 总体用起来的感受 我觉得不可 太小了 就它小的程度 已经是让我觉得 它不实用了 但是这个颜色本身 还真好看的 这个也是跟私人说的 它因为就是富婆嘛 买个新� 然后卖也卖个新� 反正它就是觉得 这个包就是 稍微背一背可以 但是背久了的话 就会让人家觉得 哎你怎么一直在背旧包啊 所以它就把这个出了 它当时其实还有出好几个 就是那种彩色的 这个方胖子 但是最后呢 我还是选中了这个紫色的 因为我没什么紫色的包 后悔了 就我觉得方胖子 这应该会是我 唯一一个方胖子了 因为真的不太行 我不喜欢一个东西 那就是真的不喜欢了 因为我买第一个想要包的时候 他当时跟我拿了一个粉红色的方胖子 跟我拿了一个粉红色的方胖子 我说这个也很适合你啊 然后当时身边的人 其实都是很劝我去买 那个粉红色皮的方胖子 但是我背来背去都不如 那个牛仔的方胖子 不不不 那个牛仔的那个CF季节款的包 所以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觉得我脑瘫吧 去买了一个方胖子 就是买回来这钱花了 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喜欢 就我唯一对他稍微没有 那么不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我觉得他的颜色很好看 就是属于拿出去配衣服啊什么的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这个包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人生中唯一一个方胖子 我不会再买第二个方胖子 他长得很像方胖子 链条不可调节 这个包还是斜跨 还能给我压成五五分 这也太过分了 你看这个包都已经垮了 我屁股上了 他日常喜欢背包的方法这么背 他一定是五五分甚至是六四分 所以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包的背带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用它很好用的方法 它不可调节嘛 所以我当时找了很久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背这个包 才比较好看 把它两边拎起来 然后这里扣住 就前面就正常扣住 我可以这样子背 当时我觉得这样子背太可爱了 就好像是手上这样子 挂着了一个书包的样子 我会喜欢这个包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链条 它这个包本身 我觉得包型也一般 你看嘛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包型 然后那个配色也很一般 猪肝红 不知道这个相机看不看出来 就是个猪肝红的颜色 但是呢它的链条很好看 你看 它的链条就是这种很90年代 就是很像那个Chanel 90年代出的那些包 或者说你现在去二手市场 看他们90年代的Vintage的那种链条 加上的话它这里有个金币 正面的话是Chanel 有点flashy 然后背面的话呢 是Chanel的头像 就是有点 aristocracy 然后这个包的话 这个链条真的让它加分不少 它的链条很重 它包本身是轻飘飘的 没什么重量 但是这个包的链条非常的重 所以其实背起来的话呢 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累的 我真的是看到太多人讲人命啊 然后我就去搜 包本身还可以 就是看着来说还可以 而且这个它本身不算在他们的bag里面的 它是算在small leather goods里面的啊 就是算是个大大的零钱包吧 我不管你是个多大的零钱包 这种包对于我来说 我还要绑一个 就是我很少在包上面绑结的 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还得绑一个结的情况下 就是它这个链条多长 我斜跨 它已经是有点偏六四分的 我单肩杯 它都已经过当了 就是差不多是七三分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包我就觉得 啊 大家这么推荐 是认真的吗 我当时还很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我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链条再弄的短一点 就除了我刚刚那样去绑链条的方式之外 你只有一种方式吧 或者说两种方法吧 要不然就是买专门的那种 缩短的那种扣子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拿一个丝带或者之类的 去给它绑一下 而且绑的话你还要很小心 你要把两边绑的是相同的量才行 不然的话 这个包它就失中了 反而是这个包 让我觉得还挺不错 它应该是一个季节款 但是是哪一年的季节款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在Vicite Collective上面找到的 我今天讲的这么多Vicite Collective 他们什么时候找我打广告 真的是 没收钱还要给他们打广告 真的 那么它的话呢 总体就是一个饺子包 非常的能装 而且这个款式的话呢 怎么说 也还挺经典的 唯一一个我觉得 稍微我没那么喜欢的 就是这个长链条 它不能拆 想用的时候没有这个长链条吧 也不是不可以 你就把它这样子塞进包里 直接这么拎就完事了 然后你不要给它拉拉链 因为这个链条塞进去 你没法给它拉拉链 那这样子背的话呢 我是觉得像出门拍个照 熬个造型什么的 我还蛮喜欢的 就这个包它不贵 因为它可能是季节款 我也不知道它原价多少 有可能它原价也不是很贵吧 这个买起来也是不到一千欧 皮是那种有点点漆皮感的 但是它不是很漆皮 就是又会比普通的小牛 其实比普通的牛皮也好 比普通的羊皮也好 会更好护理一点 然后呢又没有就是那个漆皮那么闪 对我不太喜欢漆皮那种很闪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点复古的味道 这个是属于我没有抱那么大希望 但是我背起来我还觉得挺可爱的一个 而且它这个包 我去上班的话 我需要带的所有东西都能装得下 你不要看它很小 其实它还真的蛮能装的 那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 其实Chanel 你不要太去纠结 我一定要买个经典款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什么要多保质 一个你不喜欢的包 它再保质都没有什么用 你还不会就是说 看看它们价格 稍微比较合适的季节款 挑到一个真心喜欢的概率 其实会比你要在经典款里 就一群不怎么样的颜色里面 挑一个稍微喜欢的颜色要好得多 包包这种视频呢 就是我又喜欢又讨厌的一个视频主题 为什么喜欢呢 真金石英花出去了 我骂他两句怎么了 就是进了我家做了我的包 你们不好用 我骂你们两句怎么了 而且说实在话 也没有什么惊奇效应 所以我现在讲包 已经讲得很佛系的了 你今天的视频就这么多了 如果你们还想看 什么类型的包包的视频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现在几点了 我现在感觉我头一下子好痛 就是很想睡 请你们看到这视频后段的时候 应该已经看出来 我的精神状况不太对了 因为我头已经 大概从中段开始 我头已经很痛了 就痛到后面 我有些话 就很自然而然的讲得出来 不废话了 下个视频见 再见